睡得好安穩 為了提高母乳哺育率 國健署推出親子同事政策 36歲新種媽媽 真銀坦言 自己沒有選擇母嬰同事 就是為了要好好休息 而在第一線照顧產婦的婦禮師看見 有的媽媽有親自哺乳的難處 在身體的一個狀況都不是很充足的 一個舒適的情況下 你再來實施這個親子同事的話 當然對媽媽來講會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們前一天凌晨就入院嘛 然後生整天 然後你晚上如果還要讓娃娃跟我們同事的話 那不就是叫媽媽完全不用休息 國內一向針對產婦每天適合親子同事的時間調查 有71%產婦認為應該由自己決定休息時間 3.1%認為不需要 只有四分之一贊成母嬰同事 而國健署因應產婦需要休息的實際需求 預備修訂政策 當中母嬰同事的這個規定也並不是強迫線 那近期我們會召開專家會議來研議調整 那也會針對母乳手冊的這個素材來一併做一個檢視 我們現在院所這部分在執行的時候 是也能夠尊重媽媽的一個選擇跟自主權 准媽媽們可以按產後復原狀況 擔心選擇是否與寶寶同事不入 媽媽的身心健康也跟寶寶成長一樣重要 大愛新聞黃才喜葉怡靈 台北報導